长缩状的飞行器内 坐在柔软舒适的座椅上 李柯一边喝着咖啡 一边透过投放至战场进空的四架勘探无人机 俯瞰着企业与联盟队变种人的联合倾角 枪声并没有持续很久 就在他喝完这杯咖啡的同时 最后一个还站着的变种人 也倒在了那个丑陋的祭坛前面的台阶上 接下来就是打扫战场的环节了 他将杯子放在了托盘上 由一旁的助理机器人自动回收 对着全息展开的备忘录 给出了依据不嫌不淡地评价 一般般 联盟敌士兵有些古怪 身体素质远超常人 不过毕竟是避难所居民 倒也正常 落后的装备 原始人的战斗风格 真搞不懂信标小队怎么输在了这群人手上 调查司的人才质量一年不如一年了 至于企业吗 李柯呵呵笑了笑 眼中嘲讽的意味而更明显了 阿姨和心到了这群家伙的手上真是浪费 那些仿生人士兵的存在感 竟然还不如几台旧时代的动力装甲 真是越活越回去了 军团就不必说了 那些老掉牙的装备 也就靠一点遗产撑着门面 综合各方的表现 自然还是在繁荣纪元的基础上有所精进的学院更强 当然了 不可否认的是 联盟的表现确实超出了他最初的预料 如果真的爆发全面战争 凭他们的战斗意志 也许他们能多坚持几个月也说不定 李柯心满意足地伸手点在了全膝屏幕上 关掉备忘录的同时 召回了先前释放的勘探无人机 这时候 温和的电子音从他的座椅背后飘来 先生 有您的电话 电话 这里 是的 彷徨沼泽发射了寻飞通讯站 一听到寻飞通讯站 李柯的表情立刻严肃了起来 从椅子上坐直了 转给我 好的 通讯信号很快从科研件的服务器 转到了他的个人终端 李柯伸手在全膝室窗上点了下 但蓝色的光影很快在他面前 绘制出了一幅潦草的半身像 这儿是大荒漠 信号状况比洛霞行省更糟糕 在这种情况下坚持用影像通讯沟通的人 似乎也只有研究司那些不知变通的老顽固们了 我是研究司的杨凯 B 及研究员 通讯编码中有我的识别波段 稍后请自行验证 通讯刚一接通 对方没有寒暄 直接开门见山地自爆了家门 李柯清了清嗓自道 外务司李柯 B 及 有什么事儿吗 全息影像闪烁了一会儿 零号避难所的项目转给我 听到这句话 李柯顿时像被踩了尾巴的松鼠一样跳了起来 凭什么 通讯频道对面仍旧是那副波澜不惊的语气 这是杰伦博士的指令 你们外务司就老老实实做你们分内的工作 一听到竟然是杰伦博士的命令 李柯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 愤愤不平地嘀咕了声 结论博士 那位大人可真有时间 通讯频道那头对这句话没有做任何评价 只是用没有起伏的语气做了简单的回答 感谢你的配合 说完 那闪烁的影子便从全息设备的正上方消失了 企业与联盟地面部队对战场的打扫已经结束 在黑石变种人部落中的发现让人意外 云松手下那个无人机操作员的一句话 还真就一语成衬了 这些灰黑色皮肤的变种人确实挖掘了很深的地洞 借助地洞的沿血保护未成熟的幼崽 并种植一些可食用的菌类 圈养生产脂肪的和蛋白质的变种蠕虫 其中最让人意外的是一种生长在放射废料上的荧光菇 它似乎能够通过特殊的生物化学过程 加速点 色同位素的衰变 并将部分能量转化成光 目前无法证明这一物种是否有利用巨变或者裂变能量 来提供生命活动所需的能量 但仅仅是加速放射性物质衰变这一条特性 就足以令人惊讶了 云松与老白分别向各自的上级报告了 在变种人部落中的发现 经过企业与联盟高层的沟通 双方决定共享这些有趣的研究素材 钢铁之星号缓缓越过了黑石部落的正上方 在距离大概一公里左右的空地上放下了锚链 吊舱紧接着放下 五辆长条状的工程车陆续开到空地上排成了三行纵列 车轮向上收起 底盘放下支架完成了部署 近百名穿着矿工外骨骼的空勤人员 在料堆与营地机制之间往复穿行 将玩家们从变种人部落中拆回来的金属废料 送进了工程车的进料口 很快将其加工成了搭建营地用的板材 这些仪履 铁合金为主要材料的标准化板材厚度 大概有一寸 材质疏松多孔 质地轻盈 但强度却一点不低 即可作为隔热保温的营房墙壁 也可以拼成方框充填沙土 搭建射击掩体以及基地外墙 随着结束战斗 玩家们也加入到了营地的建设中 不到三个小时的时间 一座站地面积20亩 将近两个足球场大小的营地便出具轮廓 吊舱再次放下 钢铁之星号的后勤长官快步走上前去 在楚光面前站定 满面红光地力正行了个军礼 报告 尊敬的管理者大人 按照您的吩咐 我们已经完成了营地外墙的施工 接下来是营房的建设 预计将在24小时之内全部完成 干得不错 楚光赞许地点了下头 看着那小伙子继续说道 去忙你的工作吧 不必在意我这边 是 那个后勤长官又全贴在胸口 然后便大步留心地朝着工地的方向走去了 目送着那小伙子离开的背影 吴昌年看了一眼周围热闹的工地 笑眯了眼睛说道 怎么样 理想成的技术还凑合吧 楚光由衷感慨地说道 是挺不错的 就是贵了点 要是能再打个折就好了 吴昌年干咳了一声 这个 你的和银一集团的代表去谈 理事会干涉不了生产部门的经营 订单方面的问题我也做不了主 虽然遗憾 但楚光还是点了下头 理解 这套名为营地工房模块化基建系统 有五辆功能强大的工程车构成 和开拓者号上的那些模块化生产车间有一曲同工之处 都是针对废土上的特殊环境而设计出来的生产工具 它就像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黑箱 能够荤素不济地摄入金属废品 消化其中能消化的那一部分 并将其DIY成用户需要的形状 配合钢铁之星号的巡航能力 理论上楚光可以将行动基地拍在任何能飞到的地方 当时他也正式看中了这一点 才果断从银一集团引进了这套系统 尽管这么一套系统的造价不菲 高达1600万CL 但楚光还是忍痛剁手下单了 作为模块化的生产工具 它的功能显然不只是生产扎营需要的板材 这五辆工程车还可以根据输入的图纸 将输入的材料加工成包括步枪在内的基础武器和防弹架之类的护具 虽然生产效率不高 耗费的能源和物料以及隐含的损耗成本也都不是一笔小数目 但作为一套露营设备而言还是非常好用的 之前钢铁之星号是通过圈养奴隶 以及携带大量加工工具和机床来解决远征途中碰到的补给问题 用五辆工程车便能轻松地替代掉一支500人以上规模的生产队 为飞艇节约出大量宝贵的空间 可惜联盟只有一艘空天母舰 否则楚光还真打算多从理想城那儿采购几套 正巧这时候 从裁决者号上下来的威兰特人 也朝这边走了过来 楚光忽然注意到迈克伦看向那几辆工程车的眼神 包括站在他旁边的那个叫阿德里亚的舰长在内 俩人的脸上都无一例外地写满了羡慕 军团的工业能力不弱 重型装备的制造也相当有一套 但精密装备的制造就很勉强了 这种东西就算有 也是不可能给配到飞艇上的 零号避难所的入口找到了吗 走到了联盟与企业的一众代表面前 阿德里亚微笑着说道 吴昌年严谨一该地说道 我们得先找到开拓者号的船员 只有他们知道避难所的入口 你们要是着急可以先回去 阿德里亚当然不可能离开 微笑着继续问道 你们不是跑回去一个员工吗 他不知道零号避难所的入口 很可惜你猜对了 他在找到避难所入口之前 就被一群无耻的强盗给撵走了 听出了吴昌年语气的不善 阿德里亚不为所动 麦克伦的脸上同样没有任何表情 命令是格里芬下的 对于那家伙将自己支开 他也感到很恼火 如果不是跑去追那个企业的员工 他怎么也不至于栽在一群废土客们手上 更不至于丢掉了他的飞艇 开拓者号的事情我很抱歉 那是格里芬的擅作主张 我们会严格约束自己的人 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说到这里 阿德里亚假惺惺地关心了一句 对了 差点忘了问 开拓者号找到了吗 上面的船员们还好吗 吴昌年盯着他说道 我们的人已经根据你们提供的坐标找过去了 他们最好都还活着 阿德里亚耸了耸肩膀 我也衷心地希望他们平安无事 开拓者号之前是被军团控制住 但包括卢阳在内的一众成员们 并没有被军团俘虏 而是在军团控制开拓者号之前 转移到了外面 除了罗华被派去向联盟求救之外 其余的员工都在卢阳的带领下躲了起来 并没有被威兰特人找到 由于战争之日临近 格里芬没有大把的时间浪费在大荒漠 于是搜寻那些人的任务 就被层层转包到了黑石部落的手上 根据变种人俘虏的描述 那些大鼻子的人类开出了一个企业的员工 换十个人类女性的架码 但目前来看 那些变种人显然并没有找到那些失踪的企业员工 否则他们早就拿去威兰特人那领赏了 关于开拓者号的问题 军团全都一股脑地算在了格里芬的头上 至于麦克伦 他知道的并不多 被俘虏的那段时间里 能交代的早就交代完了 开拓者号上成员的死活 军团并不关心 他们只对开拓者号发现的那个零号避难所感兴趣 包括学院也是一样 并没有将阿德里亚舰长那巨甲猩猩的客套当一回事 而吴昌年转身走去了企业的筑地 麦克伦狠狠地盯着楚光看了一眼 但也只是狠狠地看着 什么也没说 跟着阿德里亚一起走掉了 这时候 一架长缩状的飞行器收束了底部喷射的湖光 缓缓降落在了营地的正中央 它的名字叫彗星300 是学院根据繁荣纪元遗留图纸自主生产的科研船 由于搭载了生态循环装置以及反重力装置 理论上这玩意儿不但能开到这颗星球上任意一个角落 甚至能飞到外层空间去 不过外层空间的环境比地上糟糕太多了 除非有特殊任务需要执行 否则一般也不会开到那去 正巧打扫完战场回来 老白看了一眼那架造型极具科幻风格的科研船 忽然发现他和之前降落在猎鹰城的那架有些不同 也就在这时 一男一女从敞开的舱门里走了出来 老白惊讶地发现 其中一个人他竟然认识 那人显然也注意到了他 主动向这边走了过来 又见面了 走到了老白身前 正好打量了一眼他身上的动力装甲 脸上扶起一丝诧异 龙骑兵 还挺识货 正好撇了撇嘴 这玩意的残骸我见多了 而且大裂谷旁边的那片核弹坑里到处都是 真的 改天我可得去瞧瞧 老白淡淡笑了笑 继续说道 你呢 怎么来这儿了 托你的福 靠着那个样品 我和我的小队从调查司转到了研究司 现在替B 及研究员杨凯教授干活了 零号避难所的调查目前由他负责 他在那艘科研船里 说这话的时候 正好的神色有些复杂 那场战斗信标小队损失惨重 他死了不少弟兄 而且由于是不被承认的战斗 他那些死去弟兄们的家人甚至连抚续金都没有拿到全额 是他自己拿出了一部分 G 分买了些生活物资给他们的家人送去 看懂了他脸上的表情 老白什么也没说 只是跳过了这个话题中不愉快的那部分 那个避难所 到时候是你去 还是那个 B 及研究员 出乎老白的意料 眼前这个男人摇了摇头 都不是 说着 正好看向了旁边那个表情拘紧 留着黑色长发的姑娘 介绍下 蒋雪舟第一 及研究员 之前是我的小队员 现在和我是同级 杨凯是他的导师 多亏了他的关系 我们当时才能把那个样品顺利出手 蒋雪舟警惕弟盯着老白 拘紧弟点了下头 你好 他在无人机镜头中见过这个男人 他们之中不少人都死在了他和他的队员手上 包括他的好友陈宇彤 虽然他心里也清楚双方只是为各自立场而战 这其中并没有简单的是非对错 但他还是无法相信眼前这人 正好看着老白 联盟那边派出的人应该是你吧 下去以后帮我照顾下他 老白做了个无奈的表情 虽然很想帮你 不过这次行动没有我 不是你 正好惊讶地看着他 从科研传上下来之前 他听说联盟那边会派一名实力强大的觉醒者跟随他们一同进入避难所 他当时就猜测那个人可能是他见过的那个老白 然而老白竟然告诉他不是自己 联盟还有更强的觉醒者吗 恩 是另一位 看着一脸惊讶的正好 老白笑了笑说道 不过别担心 我会和我的好兄弟说一声的 不必了 蒋雪舟打断了他话 警觉地看着他说道 我会照顾好自己 就 不劳烦您多费心了 说着 他礼貌地点了下头 转身离开了这里 看着同事离开的背影 正好表情略微尴尬 轻咳了一声说道 抱歉 那天 他失去了一名和他关系很好的队员 老白耸了耸肩 没事 我能理解 不过别指望我和你们道歉 我们已经做了最大程度的克制 是你们先开火的 正好沉默地点了下头 我知道 我并没有说这是你的错 倒是我 爱 话说到一半 他忽然不知道该怎么继续说了 斟酌了半天措辞 最终之话做了一声叹息 这该死的保密制度 有些话他只能憋在心里 理解他的难处 老白什么也没说 只是鼓励地拍了拍他肩膀 然后便转身走掉了 凑巧见到熟人的不只是老白 还有风暴兵团的弟兄们 看着偷偷摸摸溜过来的战地佬 我最黑指着这家伙的鼻子 激动地叫出了声来 卧槽 穿衫甲 那叫声把战地佬吓了一跳 条件反射地左右看了一眼 忽然回过神来 我最黑喊的是普通话 这才松了口气 MMPD 能不能别在外面乱叫老子这个马甲 瞪着这个差点坏了自己任务的家伙 战地佬妈妈咧咧地说道 我最黑一脸无所谓的表情 嬉皮笑脸弟说道 放心 兄弟不会卖你的 话说你个浓眉大眼的家伙 怎么溜过来了 战地佬叹了口气 哎 这就说来话长了 我也是稀里糊涂就被送过来了 泉水指挥官一脸古怪地看着他 隐隐约约猜到了些什么 但还不敢确定 于是试探着问道 军团派去调查零号避难所的两个代表里面 该不会有你 战地佬老绵田一笑 被你猜到了 众人闻言 瞬间惊了 我最黑 卧槽 坟头捉鬼 6666 卡卡罗特忍不住道 妈耶 卧底坐到你这份上 老子是无话可说了 原本企业 军团 联盟各派两名代表 学院派一名 谁想到军团把这家伙给挑了进来 联盟方面的代表直接变成了三个 战地佬不好意思地黑黑笑了笑 人生就是如此多的意外 我也没想到那群大鼻子会派我来 话说你们带存档的那个东西没 赶紧给老子存一下 我怕一会儿下本死里面了 泉水指挥官咳嗽了声 飞艇上有的 占地老愣了下 我靠 还得上飞艇去 泉水奇怪地看了这家伙一眼 不然呢 每到一个地方都把休眠仓放下来多麻烦 而且我建议你最好后半夜来 前半夜的位置八成不太好抢 存档并不是躺进去打个卡就存完了的 需要几个小时读条 一般大家会分批次存档 前面的人存完了 后面的人要存 就把前一个人从培养仓里拖出来 所以如果是选择在公共存档点下线 有时候上线醒来会发现自己躺地板上 我最黑嬉皮笑脸道 要不你晚上偷偷溜出来 兄弟们接应你 看着那个不靠谱的家伙 占地老犹豫了半天 最终还是咬了咬牙 点头硬了下来 行 晚些时候 占地老小心翼翼地去了厕所 反锁上门之后 便来了一手金蝉脱鞘 从窗户翻出了W.C. 离开联盟在营地中 划给军团代表的助地 偷偷去了联盟的飞艇那儿 早早等在那儿接应的 我最黑和坟头捉鬼 直接给他套上了麻袋 然后便扛上了吊舱 神不知鬼不绝地 把他弄上了飞艇 虽然战地老觉得 那个麻袋完全是多余的 但有求于人的 他实在不好反抗 也就由着我最黑那孙子胡来了 休眠舱采集数据 需要在里面躺上几个小时 所幸他平时蹲坑 也是一蹲一两个小时 多蹲一两个小时 倒也不会有人怀疑 同一时间 钢铁之星号的舰长是 已经回到飞艇上的楚光 正盯着摊开在办公桌上的破布条 眉头不自觉地皱了起来 火炬教会的标志 站在办公桌的对面 老白神色严肃地点了点头 我在那个变种人祭司的身上发现了这个标志 还有那座祭坛上也有类似的符号 向后靠在了椅子上 楚光闭上眼睛思索了一会儿 死亡海岸在锦川行省的南边 距离这里少说也有五六千公里 怎么说也太远了点 沿直线的话 还可能经过卓巴尔山脉这些天险 很难想象火炬教会还能把手伸到这里 老白心中忽然一动说道 有没有一种可能 并不是变种人是火炬教会的信徒 而是包括变种人以及火炬教会在内 都是某个更庞大的组织的信众 楚光严谨一该地评价道 这听起来更离谱 老白苦笑着说道 也是 这个组织真要是有这么庞大 能同时影响到中州大陆南部的死亡海岸 和中部大荒漠的变种人 不可能一点风声都没让他们听到 看着那张破布上的符号 楚光不禁陷入了沉思 他更倾向于另一种可能性 即 这些变种人和火炬教会的信徒 都是在彼此孤立的情况下 分别且同时受到了某个特殊存在的影响 它可以像老白说的那样是一个庞大的组织 也可以是某件具有神奇伟丽的科技造物 亦或者可能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然而无论那是什么 那种拥有着蛊惑人心力量的东西都充满了危险 想到117号避难所的过往 还有关于那个自封圣子的王毅的种种传言 楚光闭上双眼沉思了两久 上一次他的心中生出这般隐隐不安的感觉 还是得知威兰特人在洛霞行省部署了一枚核弹的时候 这个符号的源头 必须深入调查一下 老白认同地说道 我也是这么认为 我建议在大荒漠保留一座前哨 哪怕抛开这些值得注意的线索 这里也有不少值得我们回收的东西 楚光点了点头 食指在空中轻轻一化 展开了全息地图 不只是大荒漠 南部的调查也会同时展开 这次事件结束之后 我会交给你一个任务 听到触发隐藏任务 老白心中一喜 立刻道 您请吩咐 楚光继续说道 南边有一个坐标 那里有我们需要的核燃料 我需要你带几个人去那里回收一下 有部分避难所居民正在那边开荒 你可以寻求他们的帮助 老白双手抱拳 目光炯炯道 是 夜色深沉 距离营地不远的废墟上 一栋占地面基数千亩的漏顶厂房内 抛锚着一座巨大的陆形堡垒 它的钢铁外壳处处可见 向内凹陷的扭曲 底盘下的履带寸寸断裂 机械壁以及生产车间等等结构均已损毁 状况简直能用凄惨这个词来形容 从旁边墙提垮它的情况 以及墙上的弹孔来看 它应该是撞破了这栋厂房的墙壁冲了进来 然后在这里与追兵爆发了激烈的交火 几束灯光照在了这座布满灰尘的残骸上 走上前的仿生人士兵仔细地检查着 这台陆形堡垒身上的各处损伤和缺口 站在不远处看着 苏明忍不住低声骂了一句 妈的 这帮大鼻子 显然是威兰特人把他迫害成了这浮鬼样 想到那些威兰特军官士不关己的模样 他恨不得回营地里把那些大鼻子们揪起来 挨个往他们脸上揍一拳 站在一旁的顾伟颇为感慨地说道 还记得他刚从理想城出发时候的样子吗 另一名突击队员感慨道 我完全认不出来 希望里面的人没事 云松看了一眼盖革技术器 发现这里的放射陈寒量超标 于是挥了挥手 示意大家把头盔关上 打开内循环系统 开拓者号上存放有不少核燃料 还有从理想城带出去的战术核弹头 看附近的那座弹坑 应该就是那些成员们弄出来的 不检查完开拓者号的状况 一名访生人士兵走回到了云松的面前 不等那访生人开口 云松立刻问道 里面还有活人吗 虽然这种可能性很小 但他还是这么问了一句 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 那访生人竟然点了点头 逃生舱中有生命活动信号 不过很微弱 估计只有一到两个人 云松文言心中顿时狂喜 就如同卸下了万千斤的重担 快 快把他弄出来 推一本右描 谁说朝廷鹰犬都是反派 对 谢谢观看